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爾 這幾天觀眾一直在問我 西亞跳跳舞過完主線道義界後 要改成什麼樣的流派 因為之前封測沒西亞 沒過往經驗可以參考 經這幾天多方測試 看起來還是旋風展最穩 但入門店旋風已經做狂人版的了 要實用的話,參考那支影片即可 除了特性不同,西亞就沿用跳跳舞之外 其他的就都會一樣 那就沒必要再做一支了 這邊做的是另一個方向 也就是法術層面的應用 冰環流 西亞因為特性沒綁力某一類型的攻擊 祝福跟神法搭傻都能用 應用的層面最廣 不論是物理還是法術都沒問題 也不會因為特性關係變差 但這邊先強調的 這個流派不是很建議使用 只是提供思路參考 未來物理被砍的時候 還有法術這條路可以走 因為目前法術被砍得有點慘 這流派不但超級吃裝 而且生存力不是很高 輸出還是不如電旋風 所以僅供參考而已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本次的主題吧 先來談裝備 雖然是入門流派 但還是非常吃裝備 雖然沒有綁定任何按金裝 但特定素質的裝備還是要有 不然玩不起來 首先是防具部分 因為這個流派生命封印非常高 所以血會剩很少 會用護盾當血用 所以需要有護盾持墜的防具 持墜中最好有加護盾跟加護盾% 依我這個例子 頭有護盾% 衣服有加護盾 手套也有加護盾% 一開始撐這三件的護盾就還夠用 我因為是沒打到 是去交易所用一個出火零殺買來的 因為便宜所以素質就不太好 再來是武器 武器最好有附加冰冷傷害 不然打不痛 兩把都要有 抗性部分最好也撐高一點 不然容易被秒殺 即使是只有T2也是一樣 相較於不太吃裝備的電旋風 這個流派剛起手就非常吃裝備 再來談技能 這流派的核心攻擊技能就是冰環術 因為已經來到刷裝階段 這個階段就要盡量拿到功能量子的裝備 讓五個輔助技能格全開 這樣才能獲得最大輸出 冰環術建議帶輔助技能為 過載、機率冰凍、附加冰冷傷害 冰冷穿透、節能死法 若還不能開五格的時候 就繞順序一步步裝上去 但若回眸不夠就先裝節能死法 技能第二招建議帶強制啟動 因為這流派血非常少 補血已經沒用了 所以是採用護盾流 這邊用強制啟動快速回護盾 替代補血的效果 技能第三招建議暗影衝刺 跑圖用了技能 關鍵的時候也拿了三招 技能第四招建議帶四魂陣 打多隻怪物的時候放一下 可以疊不少爭議 技能第五招建議帶魔力沸騰 這邊要注意回眸量 若回眸量不夠 魔力沸騰會無法維持 會一直把魔花光 再來是被動部分 第一招建議裝冰寒領域 因為冰環術是以自身範圍施放法術 跟冰寒領域很搭 不太會因為太遠吃不到效果 輔助技能增益裝 元素增幅與寒冰加持 第二招建議裝能量壁壘 增加護盾量 輔助技能增益裝 封印轉化與魔源 這邊的重點是魔影一定要裝上 而且技能整局要上去 魔力費的能不能維持都靠這個了 天賦跟契約都幫忙太上忙 第三招建議裝擊中施加詛咒 擊中時附帶詛咒效果 輔助技能建議裝 死骨之寒與生憂恨意 若魔力封印太高發不出技能 生憂恨意就換成封印轉化 再來是天賦 因為冰環術是冰系傷害 又是以護盾為主的低血流 會以法術傷害冰冷傷害最大護盾為主 技能範圍最大魔力施法速度其次 接下來會主點介紹各個天賦點 天賦第一個面板選擇知識之神 0這排點加法術傷害與冰冷傷害 6這排點加技能範圍並入點到9 9這排點加冰冷傷害並入點到12 15這排點加法術傷害與減魔力封印並入點到18 大天目點10點選擇燈塔 20點選擇炙熟可樂 第二個面板選擇秘書絲 0這排點加冰冷傷害 3這排點加最大魔力 6這排點加施法速度 加冰冷傷害點3點 15這排點加聚能祝福持續時間並入點到18 加冰冷傷害點2點 減魔力封印點3點 大天目點部分18點選擇動傷 第三個面板選魔導師 0這排點加法術傷害與最大護盾 3這排點加施法速度並入點到6 加暴擊值點2點 12這排點加最大魔力並入點到15 大天目點部分18點選擇機具 天賦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英雄特性部分15跟50不能選 32級部分選擇豐收預言 62級部分選擇希望預言 7月部分這邊還是以先不裝棄嶺的方式做介紹 避免建議的棄嶺大家沒有 生存部分因為這邊已經超過60級了 死掉會開始掉怕的時候了 所以建議最好保守點 把元素抗性跟減物理傷害點滿 進攻部分依舊全點 收集部分等裝備起來比較安全死在點8 畢竟要先生存才有機會打到寶 7月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以上就是喜亞冰環術相關技能跟配點 接下來是實際刷圖示範 會提出一些實際使用上要注意的點 此外若以上的技能跟配點 假如有更好配法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哦 接下來就是打圖示範 這邊以T3的關卡當例子 開場記得先放魔力沸騰 因為冰環術是以自身為中心施放 可以直接位移上去施放技能 遇到怪多子可以放下四文陣疊BUFF 遇到怪多子可以放下四文陣疊BUFF 術波黑草一樣快速處理 術破黑草一樣快速處理 術破黑草一樣快速處理 並拉開距離 等一下快速啟動的CD 不要太貪 斯文正也是CD到就放 雖然火力不如旋風斬 但還是可以慢慢磨死 不要被秒殺都可以靠護盾撐下去 這樣一輪就結束了 最後還是談一下西亞冰環術的小結 這邊還是強調一下 這個連派只是提供濕度方向 不太建議用 因為裝備吃很大 再加上低血危險性也很高 若護盾撐不上來就超級危險 況且旋風斬還是比較強勢 有電線風火旋風跟冰旋風可以選 這邊只是展示西亞的萬用性而已 就是日後如果物理被砍了 西亞還是能往法術發展 不怕被砍死 算是一種發展性比較廣的選擇 西亞冰環術就介紹到這 希望能給各位朋友當個參考 如果什麼疑問 歡迎在影片下方提問 我會努力回覆大家的發問 並再次提醒大家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牌的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送到通知囉 並歡迎大家來我的遊戲時光聊聊 每天晚上一度不開播等你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拜拜